我找领导请年假 领导 都在呢 我想给你请个年假 休息一下 不是 公司业务这么多 大家都在忙你要请年假 忙一下时间再说吧 不是 咱公司不是说好了 年假提前申请就给放吗 怎么现在又不给了 这么不人性化呢 什么人性化 你想人性化是吧 可以啊 给你 嗯 李宗 咱们能单独给他看小队吧 公司这么多人 你没事给他开小杠吗 我想来一个办法 至于你能不能请人这一假 看你运气了 是不是是 那肯定要是 来吧 男朋友一手介绍的规则 这些职团里有你想要的年假 也有可能没有假期 能不能抽到就看你本事了 那我 选这个 无接触选择 干你作弊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真是 这个 选这个 这个 选这个 对 怎么样 有价吗 有是有 但是是婚嫁 不是 婚嫁怎么修啊 那我这都还单身呢 这样吧 那你不是咱们公司没有人性化吗 我这次就给你人性化一点 把你所有标准给他登记一下 我想我们公司如果有合适的 我给你公司分配一个 行吧 这么好的吗 那行 那我开始说了啊 那我 等一下 我记下了 我觉得女方得给我赔个三十万的嫁妆 车的话五六亿就够了 我也没有什么太高要求 不是 你凭什么要这么多钱啊 你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人 你凭什么让人家给你赔那么多的嫁妆呀 因为我可以入赘啊 我可以去女方家里啊 那女方得生小孩的呀 那没男的她也生不了啊 再说了 我也没有一定说要跟我姓啊 可以跟女方姓啊 我不在意的 不是 这转方便让你也是明白了 不是 这不是你们问我的吗 我就如实说而已啊 行 我再给你转 嗯 那个 虽然我现在一下子拿不出三十万 但是 我可以先给你转个乘一斤 乘 乘一斤 嗯 这样吧 我给你下一个定金怎么样 不是 不是 我一下身上没拿那么多 都给你拿钱了 不是 你玩我呢 什么乘一斤又定金的 哪有找男人乘一斤定金的 你们就分明不想让我休年假啊 你这是 什么 其他也是你自己想抽的 没人干预你 要不再给你自己问再抽吧 这回再没有 别怪我们了啊 真的啊 对啊 你自己拿 那我必须一发出魂呢 就这个 你去跟客户谈项目 你让我这个什么都不会的实义生跟着干嘛呀 我让你去不是谈项目的 我觉得客户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你要觉得人家对你有非分之想 那你就不谈这个项目了呗 多简单的事啊 这可是个大项目 对公司很重要的 那我帮你 你给我什么好处 特批你一个星期的带新架 成交 你待会儿看我表演 一秘书 今天不是说一个人来了吗 怎么还带了一个同伴啊 哥 你别误会 她是我姐 我刚毕业 她说出来谈项目 我想出来学习学习 哦 你的 小伙子还有一三年兄弟 张总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先把合同签了 工作嘛 可以缓一下 上次那个事情我们聊的也差不多了 刚好金金你弟也在 要不我们参加来聊一下 我是没什么问题了 我一同意就行 姐夫是这样 我姐嫁谁都是嫁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彩礼也好说 但是我家却我一个男孩 现在就差一套分婚房了 你看姐夫您要不能安排一下的话 我姐今天这个事就是我说了算的 男子 不用好窄 就是那种深圳的红门房就可以了 还得是深圳 哥 我发现你们俩好像不是很有福气象 对吧 要不这个事就以后再说 我们今天来聊工作了 对 工作重要 我看这个合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要不我们请了算了啊 老师也请完了 隐秘书 说我们合作愉快 我公司还有一个会 我去新车了啊 张总你慢走 事情我帮你解决完了啊 从明天开始我就要休假 不行 我刚想起来 我们是一个部门的 我休假你才能休 这还不简单嘛 你也给自己放个假嘛 对不对 可是我的假都休完了 啊什么意思 我还有个产假没休呢 啊 严秘手你找我 你昨晚干嘛去了 我打你晚上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昨天晚上跟一个女网友见面聊的太深入了 没注意看手机 大伴你去工作有急事呢 我找不着你怎么办 什么工作大伴你也吵 真是 为了防守公司 我怎么想工作 我就逼留个座礼手则 不是 别犯一次花五百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全文背诵 好好遵守吧你 啊 LATER 找啥呢 我不让你去机场接我妈妈嘛 人呢 哦去了呀 但是阿姨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后备箱跟后排都放满了 所以我只好把阿姨放哪儿了 那 那不是还要副驾吗 你自己说的呀 助理守则第三条 不能让其他女人做副驾驶 哈哈哈 那他有个人接的吗 他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哎你放行 但是我没接啊 你 你为什么不接啊 那会儿我跟你打电话呢呀 助理守则第二条 跟严秘书打电话的时候只能你先挂 你又没挂那会儿 哎 你怎么听你呢 你先干去接他呀 哦哦 哎不对 要不你去接吧 现在有一个第五条 第八点之后我不能出门 不好意思啊 哎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规矩是死的 但人是活的 那不行 那规矩一旦打破了 很难再遵守了 我自己去接 呃 哎呀我这机场站了两小时 这腿都快站断了 怎么这么没眼睛啊 过来扶一下啊 哎 助理守则第一条不可以和其他女生有肢体接触的 这什么回事又有什么规矩啊 爸爸是这样子的 你说我不听你说 小浩你告诉阿姨 是不是他又欺负你啊 嘘 助理守则第四条 其他女生找自己答话要拒绝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又定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规矩啊 你这不欺负老实人嘛 哎呀妈我没有 小浩我跟你说 你不用再遵守他这些规矩了 真的吗阿姨 而且 这个规矩啊由你来定 你说我听着 哦哈哈 既然如此 那我可就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站住 你一个词一张总值的什么意思啊 严密手我那个 咱们公司一周五天吧 你哪天不迟啊 哎我迟到还不是因为你 哎呀你迟到还有理了 严密手 这事是应该严肃处理 不然公司规矩乱套了 我 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哎呦你坐你坐你坐我 不是严密手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昨天晚上你自己说睡不着觉 叫我陪你玩游戏的吗 对 对 对 是这样吗 有同事你就这样吼我 我再也不陪你玩游戏了啊 别生气别生气 你给我站起来 不是哎哎 实在还有脸坐这儿 你当你自己是谁啊 什么事 严密手 叫做项目稳健 你看一下 放那吧 不是严密手 你这变脸也太快了 刚才当着他的面那么凶 哎呀 我这不是做给同事看的吗 雷刀 哎呀既然你都这么熟了 那我就原谅你吧 哎 放手 这还差不多 哎哎哎哎哎不是 你干嘛 我看你这种人 就你好好清醒一下 我的 哎呀豪哥都是误会 严密手你要是有病 你就趁早知 你能不能不要折磨我呀 哎呀对不起嘛 我最近新学了个魔术 要不我比较给你看 什么魔术 你信不信我的嘴 不碰到你 就能听到你 你竟敢跟我扯淡 咱俩比一百的 行来就来 怎么可能啊 哎 确实不行 我输了 哎 哎